莎莉亞隱藏食法大公開 這個我也挺肯定 個級攤廳吃要百多元 我嘔吐蜜蜜感覺很重 嘩 嘩 媽媽咪 嘩 哈囉,我是SUNNYQ,CREEMY 講到便宜的食物,大家會想到什麼呢? 除了兩頓飯,我就會想到莎莉亞了 沒錯,莎莉亞用便宜的價錢 就可以吃到日本帶來的意大利食物 所以很受大家的歡迎 我想很多觀眾都吃過莎莉亞的 我們之前試過用一千元來吃莎莉亞 不知道過了那麼久,莎莉亞有什麼不同呢? 今天我們就要去吃莎莉亞 咦,又怕莎莉亞?有什麼特別呢? 不說你不知道 原來現在在網上非常流行 莎莉亞的隱藏食法 可以用很低的價錢 試到超級好吃的新奇美味 沒錯,我們這次做足功課 準備好不同的隱藏食法 分享給大家,幫大家實測一下 究竟網上流傳的隱藏食法好不好吃? 如果好吃的話,大家吃莎莉亞又有多一個新選擇 除了網上流傳的隱藏食法之外 我們自己也準備了一些 私伯的莎莉亞隱藏食法 介紹給大家 不知道大家去莎莉亞有沒有自己的獨家食法呢? 如果有的話,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分享給我們聽吧 莎莉亞隱藏食法大公開 如果喜歡看我們試吃不同的餐廳隱藏食法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吧 我們逢2、4出片 星期一、三、五有會員片 每個星期都有會員直播 記得訂閱我們啦 今天就這麼多了 好餓,立即去吃莎莉亞 GO! 現在是我們第一次一起吃的 不是,第一次 一起了之後第一次吃的高級餐廳 我們現在去莎莉亞啦 這裏好新醬 是,因為我也是第一次來的 我們現在已經成功坐進莎莉亞啦 我們這次來就要實測一下 這個莎莉亞的高級隱藏食法 對,很厲害 聽說這樣吃飯又好吃又節省 第一樣我們要試的就是它的湯加飯 上網通常都是蘑菇湯辦白雞 我們試完四個湯 試完四個湯,看看B的湯最好吃 還有他們上網看是要在湯飯之餘 還要加一隻溫泉蛋的 喊湯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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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噢? 噢?噢? 其實這次的 現在是你說真的乾淨了很多 而且連杯都換了 環境呢,裝修全都不同了 我們現在喊了四個湯 兩個白飯,兩個溫泉蛋 因為我們都怕我們吃不完 不想浪費東西 所以我們只喊兩個飯,兩個溫泉蛋 這樣混合它 如果這樣吃就是28元一碗飯 算便宜了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拍片 所以才吃這麼多一個 其實一個人可能吃一個已經夠飽了 所以其實28元它已經夠飽走了 是不是生意片? 是啊,是啊 你有沒有一些達尼亞的隱藏食法? 我們都很想走 今天嘗試一下 我們現在的湯就來了 我們等到飯裡 我們就可以試這個隱藏食法 可能員工看完這條片之後都心想 嘩,這樣都被人想到 員工哥哥姐姐看完我們這條片 可能我們在廚房的食法 竟然被你發現了 我們已經來了四個湯 兩個飯 兩隻溫泉蛋 非常之快 那我們現在就要把飯分開一半 然後吸進湯裡 然後再加溫泉蛋 試了哪個? 我最想試就是粟米湯 因為這麼多個湯裡面 我最喜歡喝就是這裡的粟米湯 好,你試了粟米湯 我就試一個羅宋湯 好啊,好啊 嘩,厲害 然後再加溫泉蛋 嘩,這個就是羅宋湯再加飯 好,那我們現在就把兩個飯混在一起 看看它好不好吃 嘩,好,到我一起混 我們一人看看是怎樣 吃了你的還是怎樣 吃啊 我直接吃,好 好想吃啊 嘩,如果加一些粒粒 就是粟米肉粒飯 還要是好吃的粟米肉粒飯 我覺得真的好吃 溫泉蛋是名字之句 我也想試一下你那個 真的很好吃 而且尤其是我們剛剛病完吃 很棒啊 因為它這個粟米湯 是奶香味比較重的 嗯 然後呢,混飯是比起外面粟米肉粒飯 更加多了一個奶香味 如果可以加一些真的粟米粒 它會更好吃 超級好吃 這個現在是便宜價榜頭一 粟米湯是甜甜的 然後再加上蛋的蛋的香味 嘩,超級好吃 超好吃的 停不了 試一下我這個了 我這個呢 混在一起,簡直是法式的 這個叫什麼? 匯飯 我覺得如果兩個飯來說 我覺得我這個比較好吃 你這個是驚喜感滿分 我這個是融合得比較好 對 我這個呢,就好像一些 平時吃開的白色匯飯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很好吃 酸酸甜甜的 嘩,真的不錯 謝謝,謝謝 除了灑下去 哦,灑下去的薄餅 哦,灑下去的薄餅 哦,好像已經幾個好吃 剛才店員哥哥推薦了一個他自己私藏的美食給我們 他說水牛芝士薄餅再加砂糖 他說很好吃的 我們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現在這兩罐湯就是粟打海鮮湯和蘑菇忌廉湯 這個粟打海鮮湯呢,我再加了一件東西 就是因為現在呢,原來呢 達利亞的甜蝦呢,已經可以直接熬了 那我就加了一些蝦,讓它多一點 因為呢,剛才吃的那個粟米忌廉湯呢 就覺得,哎,如果有多點咬口就好了 就是粟米粒,或者有些雞粒加就好了 現在呢,加這個蝦下去呢 應該會更加豐富 好啊,試一下 炒下去啦 炒下去 那我們現在呢,拌上去啦,來吧 這個湯是有蒜仔粒,蘿蔔粒, 好啊,所以還在盤肉裡面,然後我再加這麼多蝦 然後我再加這麼多蝦下去 試了我這個先啦,不如 好啊,哇,怎樣啊,好像很棒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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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好吃啊 真好吃 我覺得比粟米好吃 現在要入第一位 超好吃啊,這個 超好吃啊 前世沒吃過飯 但真的很好吃啊 本身它的湯有洋蔥,然後再調味出來,很好吃 它很有那種海鮮白汁的感覺 然後我們再加了這麼多蝦下去 它本身有蜆肉,整個口感很豐富,很多東西吃 加了蝦之後呢,因為那些蝦呢,是甜甜的嘛 鹹的甜甜的,很好吃 我覺得是如果你吃開薩利亞,吃了很多次就100次了 試一下這些新吃法是挺過人的 蘑菇湯拌飯行不行呢? 不是這樣行 其實網上的隱藏吃法就是蘑菇湯拌飯 其他是我們自己試買 是不是蛋加進去都不太配? 蛋加進去真的不配 我覺得蘑菇湯拌飯的嘔吐蜜感覺很重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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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菇味重到呢 拿著蘑菇湯就會覺得很爽 一拌飯就好像吐出來的感覺 因為飯的質感跟它不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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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第一個 薩利亞高級隱藏吃法 我們推薦的是 粟米湯和粥打海鮮湯 如果你很喜歡吃西餐的話 可以試一下這個意大利雜菜湯 蘑菇湯就沒有了 除非你很喜歡獵奇 再來我們就試我們這個員工推薦的 水牛芝士披薩 再加糖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 它跟我們說甜甜的 覺得很棒 我本身也喜歡吃偏甜的披薩 所以我聽到之後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配搭 但是聽到之後覺得很想很想試 我們本身預備了三個食譜在這裡試 誰知道中途插隊這個 超級新的香港員工吃吧 那我先灑點糖進去 這個披薩就30元 白糖免費 白糖水牛披薩 試一下 好吃 拌完糖之後 它整個感覺好像奶漿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吃煉奶點披薩 這個味道是煉奶點披薩很像 而它多了番茄汁味 第一次我會覺得有甜又有番茄汁味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了 番茄汁加糖是超好吃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像我一樣 有這個飲食的習慣 就是我喜歡吃偏甜的番茄汁 就好像我去吃薯條的話 我就會把番茄汁加糖去吃 小時候我會跟同學爭 一包茄汁的底部會有些偏好的 如果它1號就好像是最甜 5號是最酸的 如果跟我一樣的觀眾留言告訴我 我會想聽究竟是1號最酸還是1號最甜 以前小時候真的跟同學爭番茄汁吃 這個就令我想起以前喜歡吃甜的番茄汁的感覺 芝士跟糖很配合 它用砂糖就輕易做到煉奶的感覺 30元就吃到 還有它還有水牛芝士的味道 第三樣隱藏食吧 厲害了 大混合 首先我們點了28元的芝士焗樹芋 然後再點了30元非常出名的薩利亞焗田螺 然後再點了12元的蒜蓉包 哇 這幾樣東西混合來吃 然後這樣是一款 第二款就是這個樹芋混合 再混合去蒜蓉包 一個包就吃一個吃飯 是啊 立刻混合來試 我們分開一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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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芝士 哇 厲害 這個蒜蓉包 再混合樹芋 再混合這個甜 立刻試一下 哇 哇 哇 哈哈 它的味道很豐富 首先它的芝士、樹芋 它是真的芝士、樹芋 融合得很好 上面再加超級出名的薩利亞那種 蒜油 蒜蓉汁呢 真的很好吃 為什麼它會好吃呢 其實是因為 這個田螺 其實你看到它是沒有樹芋 在上面 但是其實平常吃的田螺 是有樹芋的 所以它混合在一起 是非常之適合的 然後再加一個超香的蒜蓉包 這個本身已經很有蒜香味 再加上蒜蓉包 哇 一流超級好吃 真的超級好吃 接下來的食物 就是混合這個布甸 芝士、樹芋 哇 可以嗎 我聽到我也覺得有點害怕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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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因為這裡的布甸是超級好吃的 哇 哇 哇 然後加麵包 可以嗎 可以嗎 來,試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 今天我們吃的東西全部都是熱兩炸蛋 是啊 收拾了很多不同的營養 來吧 哇 哇 加田鵝很好吃 媽媽咪 嗯 好一點麵包 很好吃 有一點吉士醬的味道 對,很好吃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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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嘗試把田鵝加進去 看看會是什麼味道 人家要我們玩東西吃 看我們吃完 怎麼樣 不加好吃 田鵝就完美 布甸就玩布甸 田鵝 因為完全不夾 很甜 很有奶的香味 但加了田鵝之後 突然有些鹹的東西破壞了 嗯 本身它這樣攪拌 很有布甸麵包的感覺 和你拿一個布甸 加進去的麵包 是有點不同的 因為它這樣融合了 你的樹蓉 你看起來很怪 但是味道是剛剛好 嗯 如果是這個樹蓉的配搭 我自己會推薦這個布甸 再抽這個樹蓉 真的非常好吃 就算你不加包 就這樣吃 都是一個很好吃的東西 將芝士樹蓉 升華了 加了布甸之後 加回1比1的份量 會更加好吃 下一樣 第四樣 最後一樣的隱藏食法 接著我們吃了這麼多煮食 我們現在就吃了甜品 來做結尾 首先我們點了這個 叫做佛利亞 佛利亞 是佛利亞 是佛利亞嗎 佛卡法 首先我們點了這個佛卡霞 接著就加了這個 西大利吉士味雪糕 對 聽人說把這個包再加雪糕一起吃 很好吃 可以馬上試一試 哇 哇 部級餐廳這個款 應該要吃100元 對 現在是28元吃到 試一下吧 你自己夾吧 來吧 來吧 這個好吃 這個我也挺肯定 部級餐廳吃要百多元 真的 有料到 佛利亞是光明正大預製菜 雖然它是預製菜 但是我們這樣混合來吃 今天飲藏餐廳 每一樣都有驚喜 對 平時你去菜餐廳吃雪糕西哥時 其實是那種 但是因為它這個包很鬆軟 如果你平時吃這個包 你就知道它是好像一個刀餅 那你吃下去 又有煙煙煙煙的 加上雪糕吃下去 哇 完全是非常高級 你拍張照 跟別人說 你去了意大利餐廳都還要 這是意大利餐廳 這是日本意大利餐廳 如果它有肉桂粉 如果加上肉桂粉 再貴200元 真的很好吃 28分9件 意大利吉士味絕糕卡連卡佛 不是連卡佛 佛卡佛 推薦 很完美 我們這個M 好了 我們今餐薩利亞的隱藏食法 就吃到這裡了 非常滿足非常好吃 那我們現在就賣單 拜拜 拜拜 很好人 薩利亞哥哥 賣了單 250元 超划的 好了我們就吃完今餐薩利亞 哇 這次真的非常驚喜 想不到那麼好吃 我們吃了四款薩利亞高級隱藏食法 第一款就是我們點了四個湯 混飯 混溫泉蛋 還有混我自己忽發其想想的甜蝦 那我們覺得哪一個最好吃 這個粥打蜆湯和這個粟米湯是最好吃的 那大家就今晚大家喜歡的口味試一下 我也挺推薦的 因為最重要是還要吃得飽 對 如果你只叫飯 再加溫泉蛋 再加湯 就只不過是28元的價錢 如果你加上蝦的話 都是20元的加多 這次這個吃法 真的開啟了我的新大陸 我每一次來薩利亞 如果我超肚餓的話 我就不會只喝湯了 我就會加多個飯下去吃了 一來你就試了一個薩利亞哥哥哥教我們吃的 Pizza再加砂糖 原來都這麼棒 水牛芝士配砂糖 簡直是絕配 如果你喜歡吃甜的番茄汁 真的可以試一下 但你喜歡酸的番茄醬 那就要想一下 這樣吃的話 不知為何你吃Pizza 都會吃到煉奶味 還有這個吃法 有一種好 就是沙桌免費 你的朋友不想加 你也可以加 這個薄餅只需30元 你已經吃到這麼好吃的新吃法 接下來我們就試了一個超級新奇的吃法 芝士樹蓉 混布丁 再混蒜蓉包 還有芝士樹蓉 混田鵝 再混蒜蓉包 這幾樣東西 大家可能覺得不太熟 加在一起 可能會吃到肚痛 但誰知道 味道是非常好吃的 對 他們好像互不相識的感覺 誰知道他們混在一起之後 哇 布丁混姿樹蓉 我覺得喜歡新奇的你 一定要試一下 這兩樣東西混在一起 你不需要加麵 就這麼正式 都超棒的 而薯蓉混田鵝 我就覺得 略嫌普通一點 但他們都是一個超級的組合 因為薯蓉 一向正常來說 都要混田鵝 田鵝是30元 樹蓉是28元 包是12元 還有布丁是18元 最後還有一個超級的甜品 是什麼呢 我們自製的法式高級甜品 就是這個 卡...年... 布丁加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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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這個 意大利吉子味 雪糕 沒錯 兩個加起來 布丁加哈 只是10元 雪糕是18元 28元的價錢 我們竟然吃到280元的感覺 耶 我覺得喜歡吃甜品的你 真的可以試一下這個吃法 因為平時在外面吃一個 肉桂雪糕薄餅都很貴 但是在薩尼亞可以自己做 自己做又有一個樂趣 吃到又有一個樂趣 兩個加起來 真的好像在吃高級餐廳 最後一道甜品 會在我們自己的幻想當中 有人留言 你吹到這樣 我吃過之後根本就沒有東西 全部都是幻想 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的幻想 純粹我們可能太開心了 可以吃到一些新奇的食法 全部的食物加在一起 非常好吃 不過你要更好吃 就要加多一點想像力 當自己去一個高級餐廳 那就更加開心了 今天我們吃了很多澱粉 其實每一樣東西都是澱粉 你想想 湯飯 薄餅 然後蒜蓉包 樹蓉 再加這個佛卡餡麵包 全部都是淡水 所以我們現在是超級飽 如果大家不像我們拍片 要試盡的話 其實試一兩度已經夠飽肚了 如果你在薩尼亞 還有你自己獨家的隱藏食法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沒錯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喜歡的話 給我讚好 然後分享出去 告訴你的朋友 阿里亞的隱藏食法 究竟哪幾種 記得加一點點幻想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這個頻道 還有追蹤我們instagram 我們逢24出片 135有會員片 每個星期還會有會員直播 我們先這樣 BYE YES YOS 做什麼好 沒什麼做 不如看看Youtube好不好 YES YOS 做什麼好 沒什麼做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現在懷疑者 有人backlist了 桌上來吧 不用了不用了 要不要這樣咬啊 人面識別嗎 神經病 怎麼會有可能 謝謝 謝謝